OK 大家好 我是王狗 我今天呢 比較特別一點 我不是要來講都市傳說 如果大家這集是想要看都市傳說的話呢 留言下面 IG連結 你們可以去連打說 我要抽片 FORM 跟Youtuber 還有IG的網購 大家的留言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從創意頻道一開始到現在以來 或是自己在拍片 自己在剪片 或是在陸續上一些節目 或是平常的健身的習慣 避難組織的團隊 或是做一款手機遊戲 會完成八國演 就會在選舉各地上架 這些事情就耗掉了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我最近可能要徵求 兩位檢舉師 大家不用擔心 基本的風格是絕對是不會變的 因為我希望找這兩個人呢 他是可以在前一兩個月的時候 可以到這個地方 或是一些剪片 細細討論 後兩月之後呢 就不用來到這個地方 對於這個選舉者 我把它放右側方連結 然後下面的簡介 跟小細的說明 當你來剪片的話 我也覺得非常的感謝 一個月 兩個月 半年一年 只要這邊 大概這一段時間 都是浪費人 人生中的精華的時段 就是要走 非常歡迎 因為人生是你自己的 你本來就要自己掌握 本來就不能被 我給你的錢 自由的事情 給你限制住 人生只有一次嘛 有什麼想法 不要去做 對然後剛剛說到錢 希望大家不要被請 給黃豬了 上節目的時候會提過 欸黃豬我覺得你的 影片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說 你真的好可怕 你家的小朋友 吸引很多的流量 很多的錢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你的 眼裡的目標只有錢 你沒有自己的理想 你想要做的時候 不覺得很空虛嗎 很多的有錢人 或者是蠻不壞的人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自己認為 錢 它只是一個 社會賦予它價值的一個產物 它對 對我來說 都非常的重要 沒有錯 但是 真的 要追的是 心理上滿足 追那個目標 而不是追這個社會附屬 來的錢 因為它是會讓你感到空虛 我不知道我講聲幹嘛 覺得也跟 觀念跟教育蠻有關係 今天有一個老師 他問了一個學生 如果我給你兩顆毛 我再給你兩顆毛 那你總共會有幾顆毛 那個學生告訴他 他問我五顆毛 當下 老師覺得這個學生真笨 所以就又在嚴厲的問他開始 我給你兩顆毛 這下兩顆毛 我會等於幾顆毛 那個學生就說 我會有五顆毛 但是這個學生天生上面 就有一些障礙 所以他就換了一個方式問 如果我給你兩顆蘋果 這下兩顆蘋果 總共給我幾顆蘋果 那個學生就說 我給他四顆蘋果 這時候老師就覺得 欸 他怎麼 這樣子就答對了 為了要測試他 到底懂不懂 所以我又再問了我的群 我給你兩顆蘋果 這下兩顆蘋果 也會有幾顆蘋果 那個小孩又說 我有五顆蘋果 老師一路之下 就跟他說 到底為什麼蘋果是十顆蘋果 就是五顆的 你到底是怎麼算 那個學生也問他說 因為我帶著一面 本來就還有一顆蘋果 就實際面來看 那個學生還有五顆蘋果 是對的 但是就理論面來看 老師說兩顆蘋果 就兩顆蘋果 等於四顆蘋果 也是對的 很多的教育 不也正是這樣嗎 其實小孩又有 獨立開放性的思考 他講出的一些答案 或許 在他們的世界來說 是對的 但是 老師就硬生生給他做 比如說我今天結婚了 我生我的老婆的氣 因為我覺得 家事都我在做 錢都我在賺 但是 如果跳到老婆的立場 他可能又會覺得 小孩都我在帶 你的父母也是我在照顧的 那為什麼 你就不能幫我做一點家事 那這個其實也不能說 誰錯誰對 你可不可以有一顆 可以包容對方的心 站在他的立場 想想看 如果你包容的容量越小 他低陸一滴黑色的墨子 很快 馬上就會被染黑了 如果你容量夠大 像一座游泳池一樣 他低陸一滴黑色的墨子 其實它還是本來 清澈的顏色 這些道理 也是我們永遠學過完的 當然我並沒有說 開放性思考一定是比較好 因為力氣思考 也有它的優點 比如說 我比較會受傷 每一種東西 都有它存在的意義 只是看在這個生態 看在現在這個環境 看在用在這個地方 適不適合為你 當然 還是要鼓勵大家 未來的社會 很多的東西 可能都可以交給 進行進去 在未來 創意 創新 開放性思考 是非常的重要 最近也在 一些留言 看到有人問說 為什麼我看起來不紅 我覺得紅色的東西 對我們來說 它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們知道嗎 現在一個世界上 優秀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的人 他非常的優秀 但 他照顧媽媽 他奔波 沒有辦法把宅情記的差異 那甚至是 在更平原的地方 可能有著一個 非常天才 百萬人之中 自己的那種天才 他可能 為了三餐 在到處要飯 生活在戰亂的國家 每天之類也在熄滅 我只知道 我覺得我們已經夠行 有東西吃 受到良好的教育 可以好好的 為了自己的夢想大便 所以我自己想 跟這個人簡單 做自己喜歡 做的事情 對我來說 有更難的重要 有再多 沒有心靈的滿足 中全是空虛 然後最近很多人 在路上看到 就說 對沒錯 我在六月的時候 我去吃的錢 吃在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耶穌的事情 這一個話 已經在我房間掛了十幾年吧 因為它代表我的信仰 不要讓我喜歡的東西 其實不會變得 好像要保持 前輩 感謝 初心 變成這種態度 去帶領我走完我的人生 再感謝所有 在看我的道 還有一路 支持我國外的人 不會錯過 我覺得 每一個視訊 都講回來 但我後來發現 有一個狀況 其實才很好笑 假設今天有二十個人秘密 當你分為二十個之後 隔天又會有信仰二十個人秘密 前一天的二十個也會 你就變得四十個 每天這樣的點 其實會過完的 所以真的剪片這個 我會得播出去 就是要心裡去 盡量去回完 包括 我幫你投稿的信件 每一遍是 十分左右 再發過來 我自己的氣壞 是不是這樣很多 最後就再講一次啊 如果想要應徵剪輯師的話 可以在我的簡介欄 有連接可以去看 裡面的條件 然後想要抽PS做的 到我的IG 標準你們兩個朋友 然後我就會在 IG那邊抽一台 可以無限的標準 只是沒關係 機率也大 感謝大家可以 配合到現在這個 成長 我真的非常的興趣 同時我也是還在 正經我自己的實力 對那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如果有支持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就喜歡我的喜歡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